推动交通安全约 新北市政府希望借由多元宣导方式 不断提醒民众养成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型的习惯 并落实于生活 保障行人安全 市长侯友宜说 交通安全宣导没有终点 市府会尽最大的心力 从这些教育宣导 还有强化执法监理 共同守护大小朋友的通行安全 新北市推动交通安全约 希望借由多元的宣导方式 不断提醒民众养成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型的习惯 并落实在生活里面 这样才能够保障行人的安全 市长侯友宜表示 停上是最好的安全生活方式 他也呼吁民众要注视交通安全观念 为了我们的交通安全业 做一个标准的事实 因为交通安全业 就是我们希望对行人的离让 不断的提醒大家 驾驶人在开车后 我们说碰上行人要过斑马线 一定要慢 看 停 至于我们行人要专业斑马线的时候 请记得停 看 停 那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养成一个生活的好习惯 唯有生活的习惯养成以后 我们才能够把交通安全做到位 宣导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而在这个互动体验区里面模拟路口的实境 并设有道路的地贴和停让的立柱 也让小朋友透过学习了解到正确的停让行为 侯有也说到交通安全宣导没有终点站 市府会尽最大的心力从这些教育宣导 还有强化执法的监理 共同守护大小朋友的通行安全 西北市这几年就是在交通的标准 标准耗制工程部和马中华为外 也不断通过宣导教育 甚至包括我们的组法监理 大家一起的希望同意合作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新人属于的发生率 以及就货驾车的发生率 都比全国的发生率还低 所以表示西北市在推动这些事件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成效 当然好还要更好 因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起点 永远没有终点 因为交通安全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永远要保持这样一个 面对交通的整个状况 就要做好安全的一些换力跟准备 所以期待交通安全宣导是一个开始 但是决定不是结束 继续努力 市府也在一楼大厅举办 挺让文化2.0展览活动 现有设置互动体验 还有道案资讯等地区 让市民可以参与 还可以学习到许多道案的知识 记者黄又仙 新北市采访报道